賈南文來港更爆發酷刑聲請撒上潮 但到底這群聲請人打官司的錢從何而來呢? 自從終審法院兩年前裁定政府要賠錢 被一個被政府非法拘禁的酷刑聲請者之後 大量聲請人提出撒上 雖然很多個案已經和解或撤銷 但截至今年2月 區院仍然蒸壓700多宗的撒上案 區域法官李樹玉 在星期三就其中5宗個案的縱費頒令時 只有律師行接辦200多宗沒有法律援助的撒上案 質疑官司的資金來源 警告如果涉及包覽訴訟 將毫不猶疑轉介當局跟進 李樹玉在一份縱費命令的判決書中透露 至今積壓的700多宗個案當中 超過一半是由賴民進律師行接辦 當中200多宗有發援 其餘的就沒有 屬於私人性質 李樹玉曾經問及這些 沒有法援個案的縱費資金來源 賴民進律師行只是說 是來自薩常人或是他們的朋友 但法官則然這個解釋 因為這些薩常人都是沒有錢 以及不能在本港合法工作 只是靠生活津貼和食物圈過活 律師行之後改稱 沒有要求薩常人以記帳方式支付縱費 律師會和終審法院是准許這樣的做法 法官之後警告說 如果有證據顯示 不獲法援的撒常個案涉及包覽訴訟 會轉介當局跟進調查 律師行隨即承認 手上其中92宗個案沒有理據或是理據薄弱 不會繼續向政府撒常 法官更發現個案當中 不少人都不是真正的酷刑聲請者 而是經濟移民、外傭 或是預期居留人士 被捕之後即提出酷刑聲請 更加有部分撒常人 是由人蛇集團偷運他們非法入境後 立即提出酷刑聲請 雖然當局只是為調查而短時間拘禁他們 但他們仍然聲稱被非法拘禁向當局撒常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